接下来我们看一些题目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代的实验 钢丝龙 生锈 渣啦啦啦啦啦之类的 然后问你说何者是错的 哪一个迅速是错的 哪一个迅速是错的 然后讲过不管是哪一代的实验的共同特征 就是这个水面会上升 因为有东西会冰 会用掉 所以呢 然后呢 它生锈了消耗氧气水面会上升了 然后钢丝龙生锈变成铁 变成氧化铁 所以颜色有改变 然后得到氧水质量会增加 然后这个人都知道至少两种 一种叫做与生锈有关 一种叫做与生锈无关 但是不表示只有两种 只有两种 所以答案选猪 答案选猪 OK吗 OK 好 来这个就是 绑造决策测体的 所谓的第二代的实验 第二代实验 也是这样钢丝 然后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来这里是帅哥男 帅哥男27 27 答案 答案 你看一下 看一下 所以看上面也可以看 很简单啊 那个有一个体力错的啊 朱请坐 这个实验人能不能知道是蛋或者是痒的 不能只能知道有关无关 第二个最多跟谁 对不对是蛋也不会是痒的 就是铁定是错的 其他都是对的 消耗掉 所以水面会上升 刚世荣消耗生锈 好 停车站接问 就是所谓的第二代的实验 就是学测体的样子 学测体的样子 做第二代的实验 谁 结果 结果 OK 来 可爱小女生 你们女生很多不在 这样四号就不在 二号 起立 可爱的二号 你说什么 你要选谁 看那么久 你说什么 你要再看一下图吗 长这样 是第二代的 第二代的那个实验 这个实验很难做 一条一条一条 更麻烦 来一个 5 4 3 请坐 你选择答案叫做 B 因为有作用嘛 所以消耗掉嘛 所以水面会上升嘛 A是错的嘛 三代的实验的共同特征就是水面会上升嘛 水面会上升嘛 OK 好 这就是 我们的前面的小练习 接下来就问一些 其他的 好我们氮气先挥发 什么意思啊 他先挥发表示背点比较低 这个是物理性质 活性是化学性质 所以先挥发我们的背点低 然后跟活性没有关系 然后呢 所以呢 有些东西跑掉都一流下来 所以证明空气是个混合物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C OK吗 OK 很好 来 练习三 空气的叙数 何者错误 可爱大帅哥 二分 28 谁是28 没有28 没有28 那就换一位大帅哥叫做 诶 21有吗 又有人在报答案了 你前面的答案 你前面的大哥上次报的是错误的答案 A啦 蛤 A 你说 二种化学性质量器体 所以成分比例不固定 然后呢 A B就是我们所有的主要的固定器 是氮跟氧 国中多写一个 还有一个氧 然后水气含量变化 刚刚跟你讲过 所以算比例是用干空气做标准 OK 第四题 最大是谁 刚刚才讲过 就是刚刚才讲的才讲过 超级事业简单 12号 C水气 水气是海浪变化最大的 所以在算比例的时候 是用干空气做标准 不算水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简单小练习 OK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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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